是笑着的 所以你看 白哥今天能有成绩 能阳光 有力量 虽然父亲可能 我相信文化程度也不高 也不善言谈 但是他的内心是闪闪发光的 是有力量的 真好 眼睛也是特别闪烁的 一位有力量的好父亲 我们也很爱你 今天是准备了礼物 给爸爸的是吗 对 什么礼物呢 我们来拿上这个白哥的心意 给大家 给我们的老父亲 一起员献 中秋团圆 我们要吃的团团圆圆的月饼 爸 小时候 你总是把最好的都给我 最好吃的也留给我 我今天很开心 借助这个幸福 来敲门这个节目 想让你吃一口 来自闺女的甜豆沙月饼 好 你对我说过的那些话 祝大家 祝福节快乐 祝你们每个家庭都团团圆圆的 希望每个家庭都有家的味道 谢谢 谢谢白哥给我们带来这么感动的 温暖的故事 今天白哥来到现场也是带着幸福心愿的 对 好 来们又请白哥上前说出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希望我和爸爸的旅行故事能写成一本书 好 谢谢 来 请回来 女儿想出本书 关于你们的旅行 支持吗 支持 旅行过程中 也好好分享你们的点点滴滴 这种妇女情深 来听听六位老师带给我们这一家人 怎样的帮助 有一种情叫深情似海 有一份爱叫父爱如山 以后我们看世界打造的线上平台 送一份这个纯银的杯子 是一份健康 谢谢 父亲就是那个上天派来陪伴你 守护你 照顾你的人 所以我们老说一句话 就是说陋世明娟这个词 其实我在你身上就看到 即使是在最简陋的房间里 只要用心浇灌 用爱浇灌 都能开出像你这样 这么灿烂的明天之花 谢谢老师 那如果你这本书 能够拿到书号 顺利复印的话 那我愿意送给你一次 你整个书籍的装真设计 然后希望你能够 把你的爱和美好 传给更多的人 是不是亲生并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你们已经有了 一起生活的缘分 尤其是父亲 看上去很瘦小 实际上他还是非常朴实和伟大的 长存康达医院减肥基地呢 预定一定数量你的书 期待你的书早日发行 好 我先提前谢谢 白哥是一个非常勇敢 有孝心的女孩子 从最艰苦的怀境之中 磨练出你的意志 也磨练出你的爱心 而使你变得更加的强大 爸爸呢 身躯虽然小 但是呢 看到的是个伟大的爸爸 他有一颗始终不忘 女儿的这种爱心 这一些是我们人生之中 最美好的东西 他把最美好的给到了你 好 都想觉得我们这边 有合作的呢 以十七服装品牌 我觉得你非常漂亮 所以助力你衣服 太好了 谢谢 从你们的故事中呢 我看到了父亲的伟大 女儿的懂事 我们忠实环硕传媒呢 愿意用自己的一些资源 可以在我们在发行书策划 给予一些相关的帮助 也希望父亲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让我们白哥开开心心地去旅行 度过人生中 每一个幸福团圆的日子 好吗 谢谢你们来到 幸福来敲门 谢谢主持人 再见了 拜拜